对 那你怎么看这一局呢 也就是刚刚巧欣也特别分析的 民众党的县党部主委去找侯友宜 那么县长陈福海去跟着郭台铭 而柯文哲这一局他没有参与 他没去金门有没有查 柯文哲 他就是故意要闪郭台铭 大家都知道 不然晚上可不可以敲门 被带去海边 阴影一直都在 我都在那边昨晚抱歉 我早就知道他们不要去了 事实上民众党目前 对郭台铭的各种接近的动作 全面都是闪避 我觉得大概他铁了心了 至少这一局要撑过 我倒觉得 这个侯友宜本来就该去金门 因为这个金门炮战 那个时候领导也是国民党 而且国共内战 现在即使说动员勘乱 我们台湾单方废止 可是那个历史还是国民党带来的嘛 对不对 我现在是担心有一种状况 什么状况 比如说蒋万安他829到31 要去上海论坛 双城 那民进党可能会扑天盖地又来了 我认为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民进党对这个侯友宜 未来谈两岸议题 然后也会加上蒋万安这个动作 那比如说今天你刚看到实战射击 对 他们就会朝这个方向去说 就是那个中共同路人的调子又来了 那我认为侯友宜就是你要稳住啦 就是很多国民党的候选人 在这种时机点就会立刻讲出跟民进党类似的话 那这样子我选你干什么 是 对 对不对 因为这次的选举就是非常尖锐的 就是扯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嘛 那如果在这种关键时刻啊 那你讲的话跟民进党听起来又差不多 比如说那个 那个东部战区发布那个演习 我看起来就大概大家讲的都差不多 因为你当然对他的演习 你可以有共同的意见啦 对外一致 可是你也要讲一点对 为什么会有这个演习 那民进党不用负责任吗 我的意思是说 你还是要勇于讲出 为什么你要参选 为什么你认为有战争的危机啦 就这一类的东西还是要表述啦 那我认为 因为你要知道接下来是有很多事件都是两岸的性质 比如说10月12贸易壁垒调查 25009项 我认为搞不好第一阶段就给你公布几百项 那这个你就看到那个王美花哭天抢地到处讲 一定这样搞的嘛 那民进党的立委又来了 然后那个立法院也开议了 到处你就大概一个月通通都在讲这个 那因为坦白讲如果陈真让大陆产品进来 那真的是冲击极大嘛 那如果你不让人家进来 那你可能会有一些项目被抵制嘛 就不能去嘛 就跟我们那个巨碳酸子一样嘛 PC嘛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啊 你刚刚在讲说 刚刚那个上志兄啊 说9月之后就会陆续登场 就是这个意思 从你讲完去上海双城论坛开始 铺天盖地中共同路人又来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贸易壁垒调查来了 那搞不好又有人带到ECFA 那事实上ECFA还没有正式处理 可是就是你会听到一大堆 就满天飞了 都是两岸的议题啦 然后那个我台湾的很多同业工会 就出来千万拜托 你看那个工业工商协进会 讲的都觉得自己快完蛋啊 对不对 这个时候国民党一定要拿出肩膀 因为这个东西是国民党的主张啦 就你如果不能够稳住ECFA 不能够让两岸经贸 这个地方没有个比较完满的解决方法 那支持国民党干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拿出方向 拿出办法 然后让老百姓相信说 你当选才有办法处理 那赖清德如果当选就完蛋了 就大家就准备会失业啊 那你比如说我就看过那个纺织工会 成衣工会 说大陆如何产品进来台湾 大概倒三分之一啊 这个都是事实啊 冗集很大 冗产品1066项 我看你怎么去挡 那怎么是芒果的问题而已 芒果那是最小项的啦 所以我是觉得他心里要有准备啦 所以从9月到10月啊 我认为就会一路开始烧 两岸的议题了 而且会越来越明显 好我们一起来看到 这今天零传媒出的最新民调 那他是纯网络民调 沙卡多的部分呢 赖清德果然他也冲破了四成 而且比上一个月来讲增加了2.5% 那柯文哲是第二名25.8% 但是他是下跌三个人当中最多的 他下跌了2.54% 侯友宜呢算是老三他是22.79% 但是他其实呢也是走扬 他是缓步爬升的 那另外在西卡多的部分呢 加上了郭台铭之后 当然赖清德呢还是稳定领先 而且突破了四成 那么第二名是柯文哲的23.13% 和侯友宜的第三名22.19% 其实差不到1% 那么至于郭台铭他又更低了 他历史新低 8.96% 而且比上个月呢 还再低了一点点 我先请教 我还是继续请教一下亮哥 为什么郭董的动作越大 但是民调怎么会越低啊 他动作很多 越来越多 现在不是什么 连速输800台传真机都传好了 我觉得这个从7月 因为美丽岛滚动民调 要从7月17开始做 7月17到现在他都是第四名 而且第四还 就是第四 还是更低 往下 对 往下掉 没有啦 这个东西就是 我也看到这个现象 觉得很麻烦 第一个就是 你就是这么低了 那一般 如果做了一个多月的民调 都稳定第四 那还要搞省 他会不会还会更低 因为他就是首富企业家嘛 你知道首富企业家 这个词就带有了 各种幻想的空间啦 比如说就会有人想啊 说他如果拿出多少钱来啊 那跟登大量的电视广告干嘛呢 比如说为什么会还是那么多人 我自然我今天是问另外一个问题 我说郭台平每次民调都是第四 那为什么始终有 百分之11到13的人 不会被侯友谊跟柯文哲吸纳 嗯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超人啊 超人会有非常手段啊 那就不知道他会不会做出来啊 就是这种东西嘛 那所以我说碰到这种东西的情况 如果 这个原因有两个啦 第一个就是他是 无可替代啦 非比寻常啦 那他有一些超级手段 这是第一个啊 那第二个就是 那第二个就是 就觉得你们并没有在 仔细 就是觉得郭台平提出来的政策主张啊 好像你们都不理他嘛 所以郭台平不是讲嘛 你们都反对我 所以我是觉得 以侯友谊啦 或柯文哲啊 应该 就直接站出来的时候 要 拥抱他的政策立场 要开始 悉心大法啦 要开始展开这方面的拥抱啦 比如说这次金门 我觉得就有这个效果 嗯 我说侯友谊啦 嗯 就是你要 因为人 人不可能变嘛 你就是这个样子 他就是那个样子嘛 那可是 现实就是郭台平 不可能主导这个选举嘛 他民调那么低 那为什么大家都不死心 那就是 你还没有讲到 能够吸引我的部分 我只能这样解释啊 不然怎么办 啊 通常啊 这种情况大概 普通的候选人大概 立刻就掉到10%以下了 嗯 因为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 对 所以李燕秋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李明明就输了吧 怎么还搞成这样呢 那事实上 倒过来就要问 那侯跟科有做 很积极要把他 吸纳的动作吗 这个就是互相的啦 所以我是觉得 我还是回到我原来的结论啦 就是侯友谊要更大胆一点 嗯 你要去 吸纳菲律阵营的所有的选票啦 要去做一些动作 要提出一些主张啦 然后 表示 就是我要当这个阵营的头嘛 你要开始有那个姿态出来 柯文哲这个人比较难啦 因为他没有部队 所以他是一个人在选 那这个情况我认为 会越来越看出那个局限 好 好 他文宣战打到这个程度 已经非常厉害了啦 比如说网路的 那我认为侯友谊这方面 大概只打出50%的功力 嗯 他事实上 要把他的功力整个展现出来啦 就是 该有的网路平台啦 媒体平台啦 他个人的专访啦 那该提出个人家 相容的政见啦 去吸纳民众党 为什么会有民众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民众党的人 不喜欢国民党 他就要去了解人家在追求什么 那要想办法去吸纳啊 你只能这样做啊 嗯 那这个就是需要 所以我才说他一定要赶快请假啦 要全心进来选举啦 不能一个礼拜只选个两天三天这样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科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也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科菲尔益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科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